峻谷现在在贵州的独山县 刚刚开车经过这里 看到这边有一座古色古乡的建筑 看起来非常的气派 像是皇宫一样 这后方还有一块牌坊写着节效坊 然后在这对面还有一块百岁坊 都是非常新的建筑 走在独山县的街头发现有好多正在新鲜的景点 到处都是 在我身后还有一座塔正在盖 这个塔看起来非常像是伦敦的钟楼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古建筑的附近 还要盖这样一座中不中西不西的建筑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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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节效坊的旁边就是售票处 在这个节效坊的旁边就是售票处 这处也是大门紧闭 这里应该也是用来开发旅游景区的 但是还没有开放 刚刚我查了一下 这里是叫做古丰如意院 是一家博物馆 里面原本是要展出 从唐代到清代的一些宗教的艺术品 可是今天却也没有开放 我估计应该是还没有准备好 因为上面还有一块牌子都还没有接下来 这座古丰如意院的正前方就是一块罩壁 盖得非常的气派 在这个大门的入口处 有两排这样子的狮子 这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大门 大门的前方也是有一块罩壁 它这里占地面积有62亩 规模可以说是非常大了 每个大门前方都有两座白石雕刻的狮子 造型非常的精美 在这围墙的上方写着高压垫的警告 严禁攀爬 前面这几棵树木是叫做罗汉松 都是被培植的非常的精美 在这一座如意院的旁边就是一座小学 可以看到这个小学墙壁都是有些破烂了 其中上方这个墙角这里都有一些破裂了 这库依儿能量有些都交合 那些木铁券 deals 即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